好球 勾对角的质量比较高 但是没有跟好下面一拍 哈菲兹并没有被开局的1比7给吓住 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国内的运动品牌 也是大幅进军国际赛场 赞助了这么多的球队 当哈菲兹不失误之后 林丹显得有点急躁 应该失误有点多 感觉可能他有一些这个在前面一段的训练可能体能储备不是很好 所以今天一上来他这个几点出的比较快 因为一上来对方的速度很快之后 他感觉这一下就被对方给带到几点了 在1比7落后的情况下 哈菲兹是11比10领先到了第一局的解决 可能林丹的这场比赛之前的一个是他的他自己比较慢热 再一个可能在准备活动上也出了一点点问题 所以这边速度有些跟不上 只能把这个前面的比赛来当作热身 还是要注意下一排下一排 下一排 难怪以后发现他的丢分太快 这一块也就要让自己打 这么快把换完球掌握一下结局 ballow水 十几点 垫 20 10 原来 20 20 6 20 6 5 十二十 滚网球 没办法 只能炒一块 撩到哪算 一个滚网球是很难处理 场地上有一些汗水 裁判来擦一下 厂外的观众还是球员 是穿了一个多特蒙德 看上去像是多特蒙德足球队的球衣 从这第一局的状态来看 林丹估计在这场比赛之前 他的准备活动没有做得特别充分 一下跟不上对手的速度 而哈菲兹是尽管开局还是有点心理负担 面对林丹 有一些无谓的失误 但是打了几拍之后 发现今天状态还不错 对方反而不太行 哈菲兹变得比较有自信 16比11 感觉打了一个15比4 17比11 其实大师赛这个比赛的时间 对于高手来说都比较难打 因为他距离世界锦标赛太近了 大家在市井赛上刚刚出了一个运动的高潮期 那么接下来要想在大师赛上再继续保持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毕竟市井赛的分量不一样 所有的运动员都会把状态尽量调整到在市井赛是一个高峰 所以两人在今天的底下当中都有一些失误 17比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场球的第一局比赛两个人的失误还是多了点 从一开始林丹那个7比1也是依靠哈菲兹频频的送分 后面这半局比赛两个人也都是非兽分析失误不少 20比13哈菲兹先获得了第一局的局点 T对角得分21比14 马来西亚的哈菲兹是先上了第一局 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双方接下来的交锋